17岁美少女放学回家 不仅要被人盯着换鞋 还要强承着微笑和家里的熟客打招呼 好不容易穿过屋子 贴着墙壁逃到二楼 一股尿意袭来 女孩拿出手机给一楼开店的妈妈打电话 询问厕所有没有人 听到没人后才敢放心下楼 小心绕过客人 飞快进入厕所 在大家的注视下 迅速解决 连个屁都不敢放 随后拿出换洗衣服 猫腰进入阳台 虽然洗澡不用下楼 但却是另一个极端 淋浴间是用塑料板强行搭建的 直挺挺挂在窗外 啥都有 啥都放 啥都往里塞 为了防止台风将屋顶刮走 母亲还十分贴心地 在上面堆了几个纱带 冬冷下热 嘎嘎急 眼前这栋住宅是十年前 单亲妈妈大平 攒监买下的 之前是个洗衣店 为了养活一双儿女 大平一顿倒吃 在一楼开了一家餐厅 二楼弄成住宅 整栋楼占地只有九平 二楼只有不到七平 浴缸根本放不下 他们只能在阳台上 加盖了一个小屋 弄淋浴 由于家里上上下下 只有一个厕所 厕所还在吧台的正后房 为了避免和客人撞倒 白跑一趟当场射死 女孩经常强憋 实在憋不住了 就给妈妈打电话确认 到了吃饭时间 她只能和客人 一起挤在吧台里吃霸王餐 孩子小的时候还能糊弄一下 长大了实在说不过去 为此大平就想召唤设计师 改造一下 看着发亮就很让人放心 设计师语兜博德 迅速赶到 结果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大门入口是一个斜坡 据说是为了照顾 坐轮椅的客人 但就算推得上去 也进不去 因为大门 满打满算只有五十一厘米 别人家的至少都有八十厘米关 打开大门 一炉餐厅全是榻榻米 玄关十分窄小 客人用餐时鞋子就均匀地摆在地上 家人的鞋子只能尽量放在鞋架上或挤在角落里 好家伙 谁捉有点味都不敢来 继续往里走 餐厅的厨房位于吧台和包厢之间 里面满满当当 啥都有 过道上还有一个大冰箱 一人宽的位置想转个身都难 工作台只有这么一丢丢大 完全没有多余的空间 就连门口的鞋柜都拿来放了餐具 一路往里走 餐厅的尽头是通往二楼的楼梯 专家拿出尺子一梁 好家伙54公分和大门不相上下 专家上个楼 顺带把灰擦了个一干二净 由于过道十分狭窄陡峭 摔倒骨折都是常有的事 所有大件物品统统走窗户 女孩的屋子里完全没有避除 衣服全部堆在墙角 打开落地窗就是增建的浴室 因为空间狭小无法承重 所以无法装浴缸 不仅如此 浴室比室内高出一米左右 专家需要踩的凳子 以极其扭曲的姿势才能进入 大眼一看傻了眼 低头磕屁股起身就撞头 对于改造 母女俩只有一个要求 希望二楼有个厕所 最好再来个浴缸 预算大概在1500万日元 人民币70万元左右 改造开始 母女俩快马下边清空房屋 大儿子也从学校里赶回来帮忙 很快楼上楼下彻底清空 工人迅速开始清拆 很快几人就彻底傻了眼 二楼露台加盖的铁架摇摇欲坠 固定的螺丝早已松动 就这样放在上面而已 完全靠重量支撑 简直就是一个违章建筑加微房 不仅如此 一下大雨 一楼墙壁不断渗水 呼里哗啦直接躺成瀑布 专家冒雨跑屋外一看 哇哩个怪怪 排水管烂透了 雨水直接冲刷墙壁 怼得乌气麻黑 更糟糕的是 排水管下方就是热水器 屋外危险重重 屋内的木头泡成了渣 地基还在不断渗水 每次下雨 地板下方都会出现大水坑 泥土潮湿不堪 成了螃蟹的快乐窝 设计师两眼一磨黑 一咬牙一跺脚 开来挖掘机 直接全挖了 还在原来的地基下方 间隔挖洞 重新建造钢筋混凝土地基 堵住原来的裂缝 并在原地基内侧 重新打造地基 防止房屋下沉 屋顶上的露台 连着屋顶一起拆 下面用混凝土 弄出一个坑 设置新底座 上方继续加盖 将原来的露台 直接纳入室内 原来的伪装建筑 消失不见 成了单纯的两层建筑 二楼面积多了2.5平 和一楼面积一样大 与此同时 大平也没闲诊 每天继续做代价 接送醉酒的顾客 为了养活一双儿女 他的工作量 是别人的两倍 改造前 他经常白天开餐厅 晚上当代价 一干就是通宵 大平在接再厉 不放弃 设计师绞尽脑汁 努劲干 为了给他们弄浴缸 满足两个厕所的愿望 男人特别强化 二楼地板 装上浴缸 将二楼主要分成三部分 大平女士的房间 女孩的阁楼房 两房之间 就是浴室和洗手间 随后 他快马下边 跑去竹场 将一堆竹片 加工成木板 与一根根悬空 铁棍箱结合 新的楼梯 就在大门边上 视野开阔 坡度适中 以后女孩放学回家 再也不用穿过客厅 抛逃露面 二楼初见成效 设计师开着小车 四处晃 一不留神 就晃到了海岸附近的建设厂 这些沙子 是北西北风 从吹上冰沙丘 吹到附近菜园里的沙 每年这家公司 都会负责清理填埋 虽然沙丘的沙 不能随便带走 但这些可以 专家一狗答应 帮忙清理 一桩就是满满一车 回到工地 将沙的卸下 男人马不停蹄 前往海岸边的村落 一路上全是用石头搭建的墙壁 专家稍微那么一打钉 听说里面 有一栋房子要拆掉 正好有一堆石头要处理 设计师嘎嘎一笑 通通白瓢 将瓢来的沙子 加入硬化剂搅拌 铺在水泥地上 石头正好贴着墙壁 挨个摆放 纯天然 全免费吧台 大功告成 最后他来到木材厂 拿人家不要的边角料 回去整了个吧台 然后又来到玻璃制厂 这些都是残刺品 不要钱 专家内心一阵狂喜 大手一挥全部带走 拿回去整了一面镜子 为了改造包厢 专家又双落拙 来到火山脚下的熔岩加工厂 在两台大风扇的欢迎下 以最低的价格 买到了残刺品熔岩块 将其铺设在店铺尽头的包厢 周围嵌进去几根柱子 哎 你可别小叫这玩意儿 脑洞可大着呢 中间的小桌板可以随意结合 根据客人的数量随时变化 脚底的熔岩板 冬暖夏凉十分八十 不仅如此 中间的桌子还能全部收进去 变成一块平坦的空间 睡觉打闹样样行 两边的坐垫与榻榜米结合 随拆随洗 还能储藏东西 改造结束 大功告成 预算一分不超 墙壁外重新粉刷 店铺装修装上了招牌 狭窄的大门宽敞了不少 门口是白嫖来的沙雕 入门的墙壁上是店铺名字的由来 其实就是大儿子小时候写的诗 厕所搬到了大门边 旁边就是楼梯 女孩回家就能上楼 楼梯下放 加装了三排鞋柜 厨房干净整洁 工作空间直接扩大两倍 上方全是吊柜 考虑到手臂长短问题 专家还十分贴心的准备了小板凳 继续往里走 包厢采用的是中空踏踏米 随意变换 它可以是客人的包厢 也可以是大儿子的卧室 顺着楼梯上二楼 入口是一个小小的厨房 冰箱电磁炉啥都有 朝南是大平太太的卧室 露台亮晒衣物 边上是利用楼梯死角 做成的衣帽间 原本拥挤不堪的二楼 终于有了浴室 马桶 储物 朝思暮想的浴缸样样俱全 浴室外是洗衣机和各种储物空间 走廊的尽头是女孩的卧室 违章建筑变成大容量衣柜 上方是抬高的小阁楼 一家三口回来收房 母女俩连连称奇 兴奋不已 儿子看得眼黑心酸 我也想回来住 好家伙 没人为螃蟹发生嘛 她也失去了她的家呀